明天我爸就要回上东了 现在他要出去溜弯了 采访一下我妈什么心情啊 明天我爸就要回去了 现在现在下星期了吗 妈 下星期了 把我号给你讲了 下星期了 哎呀 这样吧 咱爸明天不是要回去吗 这拦也拦不住 已经注定了 我今天已经给你买好票了 那咱妈明天就搬过来住呗 你不能让咱妈自己住新房了 是吧 那你过来呗 那不过来咱爸 那不过来咱爸 那要守着守着啊 这咱爸咱不多待几天 放假了回去了 有事吗 那也没辙呀 那用谁没辙 跟你那待了天说 还说啊 又哭了 妈妈 没事 你在这 他跟之前不一样了 你现在是看着 你大外损的 那可可爱爱抱着 都好是吧 那是说胳膊亲 胳膊亲 你看见我饭 看见玉饼饭 你看见你大外损还饭呀 我妈应该是 现在心理压力很大 因为那个 我爸不是明天回去吗 过几天月嫂也要下户了 然后再过几天 那个婆婆也要回去了 最后这个家 大家之前都说我们家人多 这过几天 马上就陆陆续都要走了 家里就剩鱼饼窝 还有丈母娘 还有个大苗 就是 你是不是担心照顾不好大苗 还是担心照顾不好外 不是 我下也不担心 我就是不愿意离开你爸 那啥 我这是还没出月子呢 这我自己带 我肯定带不了呀 我怕有啥闪失 还得咱妈先帮帮我是吧 你爸在这还不 我也不够了 你爸一走过我的心里 看看肉了 你滚你不在这儿吗 你为什么不在这儿吗 那不一样 一个人一辈子都没肺盖过 这就因为你三天两度都肺盖 三天两度都肺盖 让我爸妈妈再过来嘛 你也不够折腾我爸妈的天下 过来回去 过来回去 干嘛呢 靠给你了 你爸这一回去 都在好几个月见不着面 要不那啥 我出了院子 带着大苗回老家得了 行吗 我也愿意叫你回去 一回就回到咱那儿 还比个人还方便 但是咱俩又见不着啊 整了我不知道说啥好了 本来想想给他采访一下咱妈 热热热热的 你这又整上了 这整的我爸我整不回了 现在没事妈妈 要是回到家吧 我还小娃娃 你看 一双头就行 两头放不下 现在看抖音 没有 都没看过别的 整天看着看着怎么带娃娃 怎么给他做抄呀啥的 整天就是看着 哎这个我承认啊 咱妈天天说视频 就是新生儿护理 新生儿照顾 新生儿续致 各种全是怎么照顾新生儿的 我感觉再看一段时间 咱妈都能当月嫂了 半年后肯定是育儿专家 诊得我不会了 给我也诊不会了呢 没事啊 这不你也满月了吗 马上 大喵也 大喵也出月子了 我也满月了 那时候可以出外边玩了吧 是吧 应该可以吧 那就到时候我带你们 咱几个人 四个人吧 去那游山玩回去 正好夏天了嘛 天气也比较好了 是吧 是 你别哭呀 我给老婆 因为你也流眼泪了呢 这么伤感 然后现在就是 我得上班 你怕你一个人 刚开始也照不过来嘛 嗯 只能让咱妈在这先 待一段嘛 是吧 能帮 能帮点忙嘛 是吧 嗯 不然到时候我怕 我去上班 你一个人 招架不如这大猫 是吧 是呢 妈妈 别难受了 到时候咱娘俩 喝醉愉快啊 我血多算行吗 你在家待大猫 我出去买菜 然后回来做饭 然后再打烧家务 对吧 你说了 哦 呵呵呵呵 在几天 在那个阿姨走之前 你都可以好好 雪月给娃娃洗澡上来 嗯 雪月你这不能出了 满月了 还叫你妈给你换 你又不试气 嗯 哈哈哈哈 我这几天 为难为的 我都有点咬疼了 我整局 我尽量 赶快学会啊 嗯 我就先揍着这个 大喵一对去 哦 那以后 要是不疼她 姥姥 我都揍死她 哈哈哈哈 很烦 哈哈哈 我不怕 确实乃 我忽然 已经犯被了 有时候 忽然 那么 似乎 Chapter 渣